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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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组 两位选手 那谁先出战呢 我们的灯光选择 马上开始 三 二 一 停 第一个出场的将士 辫子姐 刘玉华 大老远的不容易啊 提着一篮子这个西红柿 这打算给谁的 我希望费给拼音老师 还喜欢唱到观众朋友们吃 那这样吧 先分给大家好不好 好 来 去吧 真好 行了 行了 真好 在咱家乡 咱现在还种地吗 种地 这种地 我知道地里的活 这么大 这么长两条辫子 多爱事啊 多爱事 我也是喜欢留着 因为父亲喜欢吗 父亲喜欢 对 为什么父亲这么喜欢 这个大辫子呢 因为我母亲年轻的时候 也长着两只大辫子 母亲对父亲 对母亲特别的好 感情特别的好 他就 我就留下大辫子了 哦 现在呢 老母亲 是短头发还是 母亲已经过世了 哦 母亲已经去世了 父亲呢 父亲就去年的时候 也过世了 所以等于说 父亲和母亲都不在了 对对对 那你父亲 那你父亲即使过世了 你也从来没想过 要把自己的辫子剪掉吗 我没有 因为 父亲特别喜欢 也算是我对他的一个纪念吧 嗯 那今天你来到舞台上 是为谁开箱呢 今天是我为 唱了的老年活动中心 敬老院 敬老院的老人家们开箱 你们那这家敬老院的老人 有多少 有三百多个 三百多个老人在那里 他们知道今天你要来到 综艺盛典为他 知道知道 他们都知道 你现在是经常会去 咱们敬老院去看一看吗 因为母亲和父亲去世了 又不能在他俩面前进修了 嗯 就上敬老院里去的老人家 去看看他们 嗯 就当是我的母亲 是我的父亲 那今天的活动 重大 要看你的表现了 好吗 好 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节目 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那首 我从小坐在父亲的膝盖上 唱的那首 美丽的草原 我的甲 这是爸爸教给你的是吗 对 这是父亲教给我的第一首歌曲 也是你人生会唱的第一首 对 也是我人生会唱的第一首歌曲 好吧 就把这首歌 献给现在已经在天堂的爸爸妈妈 当然更重要的是献给 现在依然你爱着的那三百多位的老人 好吗 好 好 来 有请 作词 作曲 编曲 统筹 如草沙黑 乌烟火 鸟火 生虫 日昏河山 满天涯 乌烟火 鸟火 生虫 日昏河山 满天涯 乌烟火 鸟火 生虫 日昏河山 满天涯 日昏河山 满天涯 来 首先有请如荣华 挺感动你对父母的这种思念 把这种对母亲的思念 又用到了我们老人的身上 真的挺感谢你的这份爱心 我不知道你平时是不是给老人唱歌呢 对 我经常带着孩子 到养老院去给老人家唱唱歌 去买的东西看看他们 真好 有一个小方法 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唱歌的时候呢 你说的更多一点 你比如说 牧羊姑娘 放声唱 就把放 你真的放出来 你可能就更好 就比你现在还要好声音 你试一下好吗 牧羊姑娘 放声唱 放 放 你把它说出来 放 放 对 放 放 放 你就把这个 放 声 唱 对 你这样啊可能更亲切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两个辫子 哎呀 这真是觉得 其实我也不是那个年代的人 怎么我看见这俩辫子那么亲切呢 你曾经也有小方 对啊 所以我相信这个辫子可能给我们电视机前 和我们现场的一些观众 一个美好的回忆 接下来咱们来听听小湘玉老师 对你刚才演唱的评价好不好 好 你刚才唱那首歌我特别感动 因为你唱的时候我在想三百多的老人 听你那么唱着扎着个辫子 然后是女中音美美的 然后心里纯纯净净的 我一下感受到了就是 下一辈对长辈的那种爱 所以我们代表所有的年轻人 还有在座的观众鼓掌 感谢你 谢谢 谢谢 谢谢玉老师 那玉华姐 接下来呢 能为我们的老人拿到一份什么礼物 还要看你这一轮的对手的表现 好吗 好 你稍事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起车小飞 那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是为谁开箱 我想为我们爱心驿站的孩子开箱 爱心驿站 是的 在哪里 在我们烟台 在烟台是吗 是的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一帮特殊的孩子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这样的 我把我们爱心驿站的负责人 李主任 请到台上来跟大家说一下好吗 好 有请 有请 还有孩子也来了 是的 来大家掌声欢迎他们 孩子们你们好 你们好 来 李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咱们的爱心驿站 我们的爱心驿站呢 是专门招收一些 经过九年义务教育之后 毕业之后的这个智力残疾孩子 把他们集中到一起 一方面呢 给他们进行这个工疗康复 同时呢 我们也给他进行一些技能培训 希望呢 这些孩子能在我们这里经过培训之后 可以彻底的走出爱心驿站 融入到社会 我看到了 现在孩子们手里都拿着很多 特别漂亮的 这个叫 什么珠 这叫 亚克力珠子 亚克力珠子 做的你看花瓶啊 这个白菜啊 中国节 还有小苹果 好漂亮 哇 这孩子们写的 谁写的 胡志林 谁 胡志林 他来了吗今天 他今天没来 他今天没来 他们也会做一些书法作品 是吗 这个孩子呢 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 最一开始呢 他可能跟外界没有任何的交流 通过这个书法训练 他现在跟我们沟通 完全没有问题了 最一开始很多孩子 到我们爱心驿站 都需要家长接送的 但是现在呢 自己完全可以 早晨来晚上回去 坐几路车 在哪个地方下车 他们自己都很清楚的 那像孩子们编织这个 我知道这个是需要一种塑料绳 特别坚硬的那种绳子编这个 对 我学过这个 编一会儿啊 那个手指头就勒得很深的硬很疼 我没有坚持下来 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孩子 这些孩子呢 因为他们觉得 这些作品 我们就是说 财联会组织各种形式 包括爱心一卖 给他们把这些作品卖出去 这样呢 这个钱全部发到他们手中 觉得哎呀我有用了 我可以挣钱养活我的父母 所以你看他们的手上 全部都有口子 哎呀看 我刚才小朋友你叫什么 我叫林圆 哦圆圆 你的手子哎呀 手上这么多的这个口子 都是编这个编的吗 嗯 疼不疼啊 疼 那你 那你就别编了呗 我不编我 我休想吃什么饭 嗯 好可怜 其实我觉得孩子真的 我发现你自己 学到了本事 我发现他们也跟 我们有了更好的交流 像比如我跟小瑞瑞啊 她说话 我就觉得真的是 小瑞瑞你加油 因为我听李主任说了 说你们编的这些东西 现在都可以放到商场里去卖了 是吧 是 卖的好吗 卖的好 像你这样一个花瓶 你编它用多长的时间 这个是一个多月吧 要一个多月啊 这是你编的最复杂的作品吗 是 那我想问问 今天这个阿姨买了可不可以 可以 好吗 阿姨 因为我刚才问了李主任 李主任说他们的爱心驿站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他们从来不愿意接受捐助 因为他们觉得 让这些孩子能像普通人一样 靠着他们的本事去生存 这才是长久之计 所以今天这个阿姨买了 好吗 张磊 好 我也想买 我能不能把那一串辣椒买了 这个 这个 中国节和辣椒是吗 好啊 欢迎 好 小宝贝 我一百块钱 能买吗 一百块钱 买你这串辣椒 那个小香芋老师 你卖吗 我要好吗 能 谢谢你宝贝 这生意已经过成了 快去 也收获了 我上去 我上去 你就站着别动 好 那我们 来 这个给你 谢谢你 我买你的花瓶好吗 好棒 还有我们热心的观众吗 我们也可以选购一下 可以啊 现在还有白菜和苹果 还有一幅字画 还有一幅字画 那我来字画吧 来字画是吗 好不好 因为我喜欢字画做的 你要啥 这个 还有啊 阿姨还有卖的啊 来 拿你的钱 这位小姐妹啊 拿你的钱 我们下面还有很多 剩下的苹果 这个我们给谁啊 看观众朋友也来了 如果观众朋友喜欢 200块钱啊 要买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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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块钱 行吗 行 来 送给 送给这位好心的大姐 他要买啊 我们这儿有点 脱销了 你要什么啊 大姐 他要这个花瓶 要哪个 让观众买 苹果 好 来 小伙子 那阿姨买了 这多少钱 我看看 阿姨多少钱啊 您这 100 卖吗 能 能 太高兴了 谢谢 真的谢谢 我觉得今天 我们在这个小小的 刚刚搭建的一个 爱心驿站的小柜台上 我们看到 互相之间流动的 真的不是货币 不是钱 而是爱心 再次非常真诚的感谢 我们有爱心的嘉宾 同时更要谢谢 今天我们现场来到的 有爱心的观众朋友 来举起你们的 你们买的我们的工艺品 谢谢你们 举起来 谢谢让我们掌声送给他们 举起来 希望更多的爱 没了没了没了 像你们一样传递到更多的观众的心中 也希望有更多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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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希望更多的爱 我没买上 对 余文华手里握着200块钱 没货了 今天李主任 咱们货拿少了 没想到这么受欢迎 对 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综艺盛典 有更多的观众朋友 能够了解到这群孩子 他们再靠着自己的能力 再去认真地学习 再去换取他们应得的劳动果实 依靠自己的劳动去换取生存的果实 让我们掌声再次送给三个可爱的小伙伴们 送给你们 你们是最棒的 加油 好不好 开心吗今天 开心 所以要越来越努力 会有更多有爱心的人去购买你们的产品 好吗 好 来 谢谢 谢谢李主任 美丽的李主任 谢谢您 谢谢 好小飞 孩子们别走 小飞今天好像要带来一首歌曲是吗 是的 是的 这首歌 今天我想送给孩子们一首歌叫 最好的未来 来唱两句好吗 好的 来 这首歌唱片 我一个想要带来一首歌是吗 这首歌就是我爱的我爱的我爱的我爱也这首歌是在我爱的我爱的我爱都没有生气只是 眼泪变成雨水就能落下来 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 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这是最好的未来 我们用爱住早晚没现在 千万稀流汇聚成大海 每朵浪花一样丰盘 这是最好的未来 不分你我彼此相亲相爱 千山万水传递着关怀 幸福永远与爱同在 同一天空地下相关怀 这就是最好的未来 千万稀流汇聚成大海 谢谢 谢谢车小飞 也谢谢孩子们 来 我们一起来听听三位评审嘉宾他们的感受 首先有请小湘玉 可爱的宝贝们 你们今天好棒啊 首先是把自己 用自己的心血做出来的东西 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你们的爱 感受到了你们的自信 关键刚才唱歌的时候 我都看见还有动作呢 是不是啊 嗯 是 还有动作 然后唱完以后鞠躬 我觉得做的都非常的棒 我们都向你们学习 你们自己加油好不好 好 好 谢谢你 好 我们代表所有的观众 还有我们几个评委一块说我们 我们爱你 一 二 三 我们爱你 谢谢 谢谢小湘玉老师 美剑 正像歌词里边唱的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受宠爱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宠爱我们面前的这些孩子们 我觉得我们从今天开始 把那些可能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 也可能我们平时忽略到的 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我们尽出一份爱心 让你们过得更愉快 谢谢你熊熊 我爱你 学习能力多快啊 好 那接下来余文华 实际上她不断的在跟我们的摄像老师 在跟现场的观众在交流 她甚至这样的 所以我就说她的内心是充满着爱的 所以呢她 我觉得我们大家把这我们的爱要多奉献出来给她们 她们也会她们用真情真意真心去来爱我们 所以祝福我们的孩子们 祝福他们一路的欢歌笑语快快乐乐的 活出属于她们的这种幸福生活 好吗 谢谢美妮 谢谢 是的 我们的杨阳就是这么可爱 我们在来的路上 我跟她聊天一样 还会中文啊 对对对 然后她告诉我她说姐姐她说 我有五个梦想 嗯 然后我问她我说你都有哪哪五个梦想 你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五个 我说猫想要当兵 保驾为国 保驾为国 要当兵 要当兵 保驾为国 嗯 第二个 我要减肥成为帅哥 我要减肥成为帅哥 你很帅 好 第三个 我要为我父母 敬一份爱心 哇 为父母敬一份爱心 妈妈在哪呢 好漂亮的妈妈 亲爱的妈妈 我爱你 亲爱的妈妈 我爱你 亲爱的妈妈 我爱你 亲爱的妈妈 哎呀 太好了 啊 我都快要 第四个呢 第四个我要练功夫 练功夫 练功夫 第五个 我爱你亲爱的大美女 跟大名声 我爱你 大美女 大名声 真的 太可爱了 杨杨 特别的阳光 真的妈妈 这么年轻的妈妈 我不觉得杨杨有任何 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 而且我 刚才我真的 我觉得好像我是她的妈妈一样 我都感动到 因为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 有很多发现很多成年人 都和自己的父母有沟通的问题 但是这样一个孩子 在我们常人眼里看 好像智力和我们有些不同的孩子 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爱你妈妈 我要报答你 我觉得真的 妈妈很伟大 我们的爱心力战很伟大 能把这样的孩子培养成如此 有孝心 有爱心 有志向 这是你们创造的奇迹 让我们为这样的妈妈 点赞 让我们为这样的爱心组织 点赞 鼓掌 妈妈 妈妈好吗 好 谁是最美的 最美的就是我妈 你看 有什么问题 我们什么都知道 好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 好吗 和我握个手好吗 我美吗 别再让美 你就是美少女 我是美少女 不仅 不仅说话说的对 而且还说的好 阿姨听了心里很甜 好吗 来 拥抱一个 再次谢谢 谢谢我们的杨杨 也谢谢车小飞 谢谢孩子们 谢谢 好的 小飞 接下来要开箱了 是什么样的礼物呢 我们先把辫子姐也请上来 好吗 好呀 好呀 有请辫子姐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轮 两位选手的表现 接下来三位评审嘉宾商量一下 告诉我 谁能在这一轮 优先选择礼物箱 小飞先开箱吧 小飞来先开箱 谢谢 谢谢李老师 辫子姐肯定同意 对 要是主持人和那个评委老师不说 我也是这样说 嗯 也是这样想的 那好 车小飞 你替孩子们来选择好吗 好的 金箱和银箱 你选择打开的是 呃 我选银箱吧 银箱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山东鲁秀的传承人 张金燕 张先生 这是我看是银箱 这是我看是鲁秀传承人 名字叫张金燕 那我想问问 咱们这个山东的鲁秀是吧 对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 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现在以后都不会模仿这种了 这种是过去那个老伴 我的父母母亲 他们就是用手工 穿手工修了以后 很手工 对 现在吧 我把它 有些这法 所有这法 有些改动 加上自己是银箱修了 现在这个这法 手工和电脑机器 都代替不了这种这法 所以您这个是不是鸡秀和手秀相结合 还是完全就是鸡秀出来的一幅作品 完全鸡秀 完全鸡秀 这个著名画家罗忠利老师的这个油画作品叫《父亲》 对 它的纹理是特别复杂的 对 那这个您用鸡秀要秀了多久 这个秀两个多月吧 两个多月 对 用鸡秀 对 您秀了有多少年了 三十四年 三十四年 对 而那幅作品我觉得更为复杂 您旁边那幅 对 这个是母亲 母亲 这个我觉得这个针脚更细腻 这个秀了多久啊 不到三个月吧 不 不到三个月 对 我觉得看着就这么近距离 都完全像一幅首秀的作品 来 看看送给你的是什么 哇 这个也好呀 也非常好 我秀了一次鸟儿 对鸟儿以后 像鸟儿一样 永远美丽冬天 哇 谢谢 谢谢张老师 变你的歌声像鸟儿一样 来 这幅作品送给小飞 谢谢 谢谢 这小飞帮助了一群 这个热爱手工艺的孩子们 如果有机会 您能到他们的爱心驿站 去教他们 做这个我们的山东鲁秀吗 可以啊 可以吗 对 好 孩子们又有一个新的记忆 可以学习和传承了 也再次谢谢 谢谢张静雁先生 谢谢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电视节 你的礼品是什么 好 你的礼品藏在金箱当中 请说出我们的八字口号 打开街行 这箱有礼 好 金色鸣香 起开箱 你可以过去到 找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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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呢是咱们周杰伦的模仿者 叫高鹏 来自于福建 和你一样 是一个追梦人 追求音乐梦想的人 所以今天呢 他来到这里 不仅呢要带来这样一段表演 为你加油打气 同时呢也带来一个小小的礼品 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好吗 好 来高鹏 我是第一次听结论的歌 就是松杰棍这首歌曲 然后因为这首歌曲呢 我走上了这个演艺的道路 那今天呢 我要把这个松杰棍送给你 好不好 谢谢 对对对 谢谢 好谢谢 我再次谢谢高鹏 谢谢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有请今天的第二组选手登场 欢迎你们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来自辽宁 锦州林海市崔岩镇的一名二人传演员 我的名字叫小黑龙 我呢也是来自辽宁省锦州市的 我的名字叫做王红明月 谢谢 你们不是夫妻吧 这是我师妹 不是 哦师妹啊 来你们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们是来自于德州的 我们是 义武飞扬 他们的舞蹈很有特色啊 一会儿我们一起来期待 好吗 来在这一轮当中 谁先出战呢 灯光选择 开始 三二一停 好的 我们看到灯光选择 驻守在了金色的礼物箱 所以接下来呢 将要出战的是小黑龙 你们这个二人传组合 好吗 好的 来小黑龙 还有你的师妹啊 两个人共同来出战 我就想问问 今天你们是为谁开箱 今天是为我的妻子开箱 为你的妻子 对 我就很好奇 其实大部分二人传的这个表演 一般都是夫妻是吧 对 是的 妻子是一名二人传演员吗 对 她以前也是一名二人传演员 后来呢 有了两个孩子之后 她就是在家带孩子了 你和妻子怎么认识的呢 我们是 呃 一个学校的 也是同班同学 那你这是算青梅竹马呀 还是一见钟情啊 当时的时候 她家不同意 为什么不同意啊 这小伙子也不差啊 看着 嫌我长得太黑了 你还黑啊 你能黑过宋小宝吗 那我接下来先看 你们两个的表演吧 好不好 好的 好吗 来 加油 谢谢 好的 给大家表演一段 二人传当中的一段 手绢结合送给大家 一手顶转 一手绿转 同时手绢换颜色 粉色 变绿色 绿色 再变粉色 来捧把拍拍收手 掌声鼓励一下 接着慢慢的一起 来个风口轮手下 你们鼓掌的速度 就是发财的速度 来拍拍手 非常感谢鼓掌 辛苦了 谢谢 不是 你往哪儿跑 来不了 来不了 来 老师配合一下 非常简单啊 来 鼓鼓掌 李老师这回你转我就从这儿扭 他们不鼓掌赶紧扭了 给李老师来点掌声 人来唱话耳朵 说笑以前唱耳朵点 耳朵的魅力 万一受影响 这个小时候练过 鼓掌 谢谢 都可以 你也练过吧 云华 你练过吗 小时候 对 让我们 余老师也感觉一下 来 余老师来一个 来 进 进 好 转 你这三个来对了 我们三个都能转起来 从小听着余老师的歌长大 都是行家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 感谢三位老师的配合 这都是皮毛 如果掌声激烈的情况下 我给大家来个软功 软功 我喊到一二三 把我这条腿扛到我的脖子上 能吗 能行吗 今年都三十四了 来 一 二 三 来 鼓鼓掌 真可以啊 鼓掌吧 这个就是传说当中的睡美人 这一条腿扛起来不是绝活 对 接下来我要把我这条腿 也扛起来 来 鼓鼓掌 转举七百二 走两步 走两步 没病走两步 终于来个蛤蟆跳 来鼓掌 加油 反了反了 翻蒙了 说这个小黑龙对吧 你刚才展现的这个二人转演员可能都有 你有没有点特殊的来这个舞台上属于你的特殊的才艺 那么今天来我给大家来上一段我的才艺表演 把一对民族乐器所呢送给现场的好朋友们 喜欢你们都喜欢 音乐结束了 我觉得对二人转演员来说吹拉弹唱 那都是必须要会的 咱们就说这吹 你能不能比比肺活量 好的 我挑选一个我们现场嘉宾最有肺活量的 好的 李伟健 他负责吹 你负责吹 怎么样 好的好的好的 掌声有请 伟健 咱们这样 你比赛吹气球 你吹爆一个 然后看他能坚持多久 好不好 吹爆一个 对 看你的复活量 这多个儿的气球啊这是 这个基本上也不大吧 大概直径一米 来 准备 开始 来 鼓鼓掌嘉嘉宾 实力不相上下 鼓鼓掌嘉宾 李伟健快没气了 左臂要用脚踩 人家俩还没断气呢 来 鼓鼓掌 哎呀 腰吹缺氧了都 天呐 这韦健老师也是可以啊 这备活量 啊 你三个 哈哈哈 哈哈哈 第四个 第四个 人家俩还没停 加油加油 来鼓鼓掌贾加油 贾您都冒惊心了 拍拍手 太吓人了 没关系啊 你们哪一方不行了 方庭 四个是吧 四个多一点 冒惊心了 而且我们这个气球 我发现绝对是通过315认证的 质量太好了 掌声送给小飞龙 掌声扬送给李伟健 好 谢谢 谁买的气球待会找我啊 接下来来听一下三位李伟嘉宾 对你们刚才表演的感受好吗 好的 首先有请余文华 他们太全才了 其实相遇姐 我觉得有的时候比我们戏曲 真的不须戏曲的那种训练 而且甚至有的时候呢 比戏曲演员还要多的技能 真的很好 能给大家带来快乐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李伟健 你看我们曲艺演员不靠华丽的服装 不靠灯光 也不靠更复杂的这个背景 其实我们就在一个可能田间地头 场况 我们就可以演出了 而且给大家带来依然是美好的艺术享受 所以我坐在这儿 以你为荣 我们曲艺非常有魅力 谢谢李伟嘉老师 谢谢 见到同行了 对 最后有请小湘玉老师 能看得出你们在为所有的观众服务 只要能演麻留演了 只要能不管什么地方都能把你们的二人转 地地道道地带给他们 从这一点上我们真的是向你们学习 辛苦啊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一舞飞扬 谢谢 大脸 大脸 尽管你一定认识 大脸 大脸 今的世界就是紧绚演奏 别做毛巾让我知道你怎么想 等我一直哄强大脸 大脸 一起跳动你的巴雷 哇 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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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我不是小小子学的那叫 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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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船长起床命令说我吃了你 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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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可不可技不在失恋我都 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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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伸扭起 旁边你说我吃你 共和 All Bounce All Bounce All Bounce 一钢哥娘 奴背你干 Rhythm Oh Rhythm Oh Rhythm Oh Rhythm Rhythm 一钢哥娘 奴背你干 Rhythm Oh Hey Hey Bounce Bounce Hey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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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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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三位嘉宾来猜一下他们曾经是做什么工作的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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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公布正确答案 是这样的 老师 我们四个是从小学杂技 真是啊 然后后来呢 然后又自己学习的舞蹈 然后呢 想跳舞 你们杂集团团长同意吗 不同意啊 然后你团长说 你们要跳街舞 给我猪出师门 对 我们就真出来了 我开玩笑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 家里面条件都不好 几个小孩什么也没有 我在一个十平米的房间里面 那些我都不想多说别 我只想说今天我们做到了 我们来到这个舞台 可以说是第二次来到这个舞台 真的很感谢这个舞台 今天其实来这里 我们是想 把我们的歌曲的第一次 带给大家 两三年了吧 舞蹈 歌曲 技巧 我们做到了 所以今天是你们三年 表演之后的首秀 连唱带舞 非常感谢你们信任 我们综艺盛典这方舞台 谢谢 希望你们将来会越走越好 好吗 谢谢 那今天如果我没猜错 你们是为自己开箱 对吗 对 为我们自己 为我们庆祝我们今天成功了 庆祝我们 14年 一个非常完美的表演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三个为了支持他们 咱们把刚才他们那个豆腐 豆腐三遍 然后豆腐 豆腐 表演动作做一下 对了 其实老师 你们唱着豆腐 我们三作 老师其实咱们可以这样 因为我们呢 就是能够在十秒钟之内 就一个完全不会的普通人 学会技巧 来 我们有请三位嘉宾 我们一起 好不好 真的吗 真的 没问题 就这样了 老师你们看 就这样来 先做个示范 咱们先第一个 一个个来 还好几个呢 还一个个 我也想着豆腐 豆腐三下 这来不了 这个 这样老师 老师 这离尾见 老师你们别着急 别着急 这个不是你 这个不是我 这我也不行 我没那么大劲 不行我没那劲 你带了吗 老师 坐下吧 来 然后 这是一个直升飞机 直升飞机 对 手千万不要 老师 千万别牵他的脚手 千万不要撒手 对 千万不要撒手 一会儿可能 都飞起来 都糟糊啊 三 二 一走 起飞 走啦 五六七走 糟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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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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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可以了可以了 慢点慢点慢点 好美啊 人落地好美啊 文华姐 不想有啊 不愧有这样 来 好这样 老师 你只需要站在这里 好 一会儿在你头上站个人就行了 啊 不是不是 没事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就站好就行 放心 好 顶住 好 顶住 可以 鼓掌 快啊 其道理 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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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我们来听一下三位评审嘉宾 对你们刚才表演之后的感受 好吗 来 首先我们来听听李伟健 你的感受如何 我真认为这个唱歌好家伙接舞已经可以了 然后他前面有一个平衡的这么一个动作 然后前的那人他往上举那是一个典型的杂技演员才能做的 然后后边我就老觉着中间这个孩子吧 怎么比他们都大一号 后来他站在中间那几个人往他身上一走 这是一抵托啊 对 这个好家伙 这没有没有这个十年八年的功夫 是干不成这件事的 但是我看完了他们整体的节目 我觉得他们虽然走出了杂技界 进入到了歌曲舞蹈杂技界 这个虽然复杂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成功的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李伟健 余文华 真是看完了以后我们才明白过来 但是我觉得融合得非常好 这种融合呢 就是可以说你开了仙河 好好练练歌 好好练练舞蹈 我觉得你们是很棒的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我一开始不觉得你们是杂技演员 因为我觉得杂技演员应该稍瘦点 你知道吧 尤其咱这个托儿 因为我一看 我说这胖成这 这是杂技演员出什么 但是技巧确实是 真的是老 这个真功夫 所以呢 也特别庆幸 在我们这项有礼的舞台 在我们那个综艺盛典的舞台 又展现出了一批 你们这一批 又展现出一批高水准的 技能唱还有杂技功底 技能跳 他还有歌唱功底 这样的一帮好演员 好 加油 那接下来呢 你们为自己得到的是一份 什么样的礼物 我们要有请出 刚才和你们对战的 小黑龙组合 好吗 好 来 有请 好的 接下来三位评审嘉宾 商量一下 告诉我 谁能在这一轮 优先选择礼物箱 我们这个 就有请我们这四个年轻的小伙子吧 义武飞扬组合是吗 太棒了 好的 来 义武飞扬 谢老师 金箱 银箱 你们选择打开的是 咱们金箱子 金箱子是吗 要金牌 好的 要冠军是吗 要做就做到最好 好的 八字口号 一 二 三 打开金箱 这箱有礼 金箱子箱 请开箱 在这里呢 我们要特别感谢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婚庆珠宝鸳鸯金楼 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鸳鸯金楼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让我们欢迎 齐勇大珍珠 在你的世界没有颜色 在你的世界听不到我哥哥 可是你有最灿烂的笑容 证明你生命中还有梦 世界太大 他们看不到你 这是只能靠你自己 一步一步 留下自己 就有可能 踏出一片天地 既然我们永远相遇 我就不会把你放弃 你是我 生命的积蓄 你会受到很多悲剧 也会遇到被谈的爱情 这就是生活 它并不容易 承认它才有勇气 心与心的距离 坦诚后才靠近 想到我的微笑 就汇成我的动力 为你一点点需要 再难也不能逃 祝大家万福今安 让我们大家 再送一热热的掌声 欢迎出我们今天的表演嘉宾 原黑豹乐队的主唱 秦勇大哥 以及他的儿子大珍珠 来 与起 首先非常感谢秦勇大哥 今天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助阵我们的表演 可能嘉宾有些不知道 大珍珠是秦勇大哥的宝贝儿子 那小的时候由于疾病 秦勇大哥为了照顾自己的儿子 离开乐坛整整的十年 然后在前几年才重新回归 我看到大珍珠 好久不见了 你又变帅了 你知道吗 知道 我知道 万福今安吗 那挺好的 挺好的 最近在家里 皇上过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都上大学了 娘娘呢 娘娘是谁 还没娘娘呢 倒是在学校有暗恋了 有暗恋了 非常可爱的一个孩子 所以我特别感动于 秦勇大哥的那份深深的父爱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其实也有很多这样的孩子 比如说像杨阳 像我们爱心一战的孩子们 很高兴他们在那里 在满满的爱中呢 也活得很健康 你们好 像你们和大珍珠一样啊 早点附入大学的大门 好不好 好 特别可爱 那今天秦勇大哥到我们的现场 是我们的一舞飞扬 这一组小伙子 抽中了你们要送的礼物 您送的礼物是什么呢 是我以前画的 我最喜欢的轻宫题材 宫里边的格格 我现在也是大哥哥了 我会用我的行动 去帮助这些弟弟妹妹们 哇 拎在了T恤上是吧 你送给哥哥们吧 来 你们将获得的是 极具创作 创作的这个天赋的大珍珠 为你们送上的格格系列T恤 两件 好不好 好 那也再次谢谢 谢谢大珍珠 加油 好吗 好 好 祝你大学生活快乐 好不好 谢谢 也谢谢秦勇大哥 谢谢 好的 我们一舞飞扬呢 获得的是两件 真的很有纪念意义的T恤 而且确实很漂亮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小黑龙 你们组合获得的是什么 银色礼物箱 对吧 好的 好 我们的八字口号是 打开惊喜 这箱有礼 好的 您这两箱 请开箱 哇 小琪 你们好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 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相爱出事简单 相处太难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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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 大家好 我是黄晨玲 但是太像人先奇了 你从这个箱子走出来的时候 我都在问他们 我说这是模仿者吗 这简直就是本尊啊 谢谢 过奖 你本人是学什么的 我学 学模仿的是吧 我差点想说这个 开玩笑 因为我是 我大学其实学的 跟这个表演 跟这个艺术完全无关 你们根本想象不出来 自动化控制 工科生 工科生 对 就是宅男 工科生的标配 那怎么就想到模仿 后来是因为一个机会 他们大家都觉得 我长得像那个小七哥 然后就推荐我参加 参加当时的一些模仿秀节目 所以后来就有机会 站在舞台上唱歌了 就这样 哇 你不是像 你根本就是 他的双胞胎弟弟 没有没有 现在 再这样像下去也不好 所以这个 现在我也在自己 走自己的路 自己做演员 现在也有一些 我主演的电影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 搜索下我的名字 关注一下 那今天 陈琳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抽中你送的礼物的是 我们的小黑龙组合 他们也在追求自己的演艺梦 那你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什么 好 等一下 来 哇 蜡染 好漂亮 这个是来自云南的 这个手工蜡染 我的老家 不是香港啊 是云南 我是昆明人 所以呢 这个是来自我家乡的 这样一份礼物 原来是这样 好的 谢谢 谢谢黄承琳 也谢谢我们两组嘉宾 谢谢 谢谢 好的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 请出今天最后一组选手 登场 有请 有请 恭喜 喜发财 吉祥如意 大吉大利 财云滚滚 哇 我还真不知道啊 原来财神爷也是大长腿啊 哇 谢谢 谢谢 财神爷 要不您也挺辛苦的 您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这个山东青岛的 郊州市的丁家伟 姓丁 丁家伟 哦 你好 你好 我这一看啊 你带来的绝活 这肯定和高桥有关啊 是的 是的 那一会儿期待着您的表现啊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来 来看看对手 来 小姑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你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三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山东维方安秋的 我叫草米人 送外号 鸡背西施 鸡背西施 这么好一个中间叫鸡背西施 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这个的 就是做美食 就炒这个的 炒什么炒 炒鸡背啊 鸡架吧 对 传说当中他们 行话的就叫鸡架 但是在我们当地啊 一般都是喊鸡背的 哦 我们这财神爷都发金子了 您号称鸡背西施 不也来点 是吧 我今天也给三位老师亲手炒的 昨天亲手炒的 然后用封口机啊 又封起来每个人一袋 真空的是吧 对 真空的 夜宵 夜宵 来 赶快 盛上 谢谢 谢谢 接着再尝点我们鸡架 真的 其实我们家里就叫鸡架 你现在 东北可能特别多 现在隔着袋子都能闻到它的香味 那接下来呢 我们最后一组选手啊 谁先出战啊 我们来看一下灯光选择 最后的决定如何 好 灯光选择开始 3 2 1 请 好的 我们看到了 你看连灯光都向着财神爷啊 那接下来将要出战的是 丁家伟 有请 哎呀 没想到啊 财神爷换了妆之后是这样的 哈哈哈 来 家伟 哇 还有这么多的孩子 来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现场 是为谁开箱呢 在2009年的时候 那个 我就开始想做一个公益平台 什么样的一个公益平台 就像就是做一个龙儿的一个 培训的一个公益平台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身后的所有的孩子 都是龙亚儿童是吗 是的 是的 在这个平台上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从国学培训到艺术培训 叫技能培训 他们还要学国学 对对对 为什么要让他们学国学呢 因为很多龙儿对那个社会也好 对父母也好 对家庭也好 都有实惠的逆反心理 那我们从国学呢 弟子归也好 道德京也好 因为他们学会感恩父母 感恩社会 进化心理心态 这么一个科目 这么一个学科 也是必修课也是 包括一些才艺展示 也学习一些艺术类的 那么就是说我们高敲 也是咱们那个算是那个飞衣项目吧 是吧 他们也学高敲吗 对对对 主要学这个是为什么呢 第一点是咱们飞衣项目的传承 让龙儿也是传承一下 第二点呢 就是说高敲吧 说白了也是平衡度一方面 主要是站高以后呢 让他们有树立自己的信心 自信 自强自立 这种那个想法和思路 那你做这个 刚才说已经六七年了这个平台 是六年了 六年了 所以这六年当中呢 也是很少那个回家 孝顺父母 父亲也好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 在这里就是说 这一份亏欠 亏欠呢 所以今天也是带着孩子们 来弥补你的这份亏欠 也是给孩子们一个展示的平台 是吗 是的 可以看到今天这个第一个孩子 手里拿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剪纸作品 剪纸作品 是孩子们来剪的是吗 是的是的 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打开它 哇 这是剪纸吗 好漂亮 这是中国龙 这个是那个用那个 剪完以后呢 是用那个胶碰完以后 用亮纸 用运筒运上去的 哦 运 我也说像画一样 这是中国龙 而且那个染色 新年关了是吧 一个财神 代表一个祝福的感觉 财运的感觉 这是宗华福 而且在这福字里有很多 美好寓意的 我们中国的一些符号 龙 凤 成祥 是的 这三福剪纸的作者是谁 今天来了吗 他一位 这个 龙就是他剪的是吗 对的 还有他一位 还有马良 你剪的是哪一幅 他这是中国福 你剪的是哪一幅 哦 福 那个呢 马良剪的 你剪的这个是吗 啊 太漂亮 所以今天呢 嘉伟把这个 他的所帮助的聋哑孩子 他们做的剪纸作品 要送给三位评委老师 去吧 孩子们 好的 来 回来吧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孩子们 来 嘉伟回来吧 孩子们回来 好 谢谢 怎么样收到这三份礼物 开心吧 开心 今天好像意外收获特别多 好感动 这有真实的这个机架食粮 然后还有精神食粮 这一组特别好 对 那今天的表演应该是带着孩子们 一起来参加的是吗 一起参加 好 那接下来舞台就留给你们 好吗 好 加油 加油 孩子们 加油 好的 谢谢 谢谢 跳绳 可能在我们常人看来很简单 但是对于聋哑孩子来说 他们在平衡能力上 是有很大问题的 所以能够做到踩着高枪来跳绳 真的是难上加难 让我们一起掌声 他们可能听不到 让我们一起伸出大拇指 告诉他们 很棒 很棒 那那个我知道在这些孩子当中 有一个孩子 当初来到丁老师这里啊 他的行动完全是困难的是吗 对 有一个孩子 他是那个小 刚才没穿服装 他叫什么 叫朱小蕾 哦 朱小蕾 他刚来的时候 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刚来说走路不协调 走路可能是都要摔倒的感觉 就是走不稳完全 那经过了多长时间的训练 他有了很大的进步呢 到我们这三个月以后 身体都很强壮了 而且呢以前是走路不协调 不同步就是说 以前跳绳一个都跳不了 但现在就是说 可以从三个五个十个 你能跳到一百三十八个绳子了 嗯 这样我们给小蕾加加油 小蕾 来给我们跳几下好吗 跳绳 跳几下好吗 刚开始都走不稳啊 站在这边 舞台的正中央 我们大家掌声鼓励一下小蕾 好棒 掌声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好棒 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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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很棒 好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这一轮的另外一位选手 鸡背西施 曹敏 有请 我特别想问问今天你来到我们的现场是为谁开箱 我看到大家都是为爱心的孩子 我今天谁都不为我为自己开一次箱 为自己是吗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为自己圆过一词梦 然后我从小是跟姥姥姥也长大的 在农村 从来不知道城市是这么美 就是 长到十岁的时候才跟爸爸这样一个机会去了安邱我们那个小县城嘛 哎呀当时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呢 哎呀那是那个风景 火腿肠方便面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的味道 而且我还看到了小朋友学的电子琴啊钢琴 我看到都不走了 真的舍不得 那腿都挪不动了 还有那芭比娃娃都没见过 这些都是我小时候没有玩过的 呃 所以说这是我人生当中一个最自卑的 因为那时候家庭情嘛 爸妈不让你学这一方面呢 而且我初中就毕业就辍学了 辍学之后呢就打工 其实我在上初中的初二就开始打工 我去跟人家卖面条卖包子 挣学费来就是填补下一期的学费 因为偶然的一次机会啊 就是我不是在家中炒鸡被嘛 就是当时还有一个小饭店 进行之后就有的时候去给同学有的结婚嘛 都让我上去 其实我还是不敢的 对对对对 其实当时真的特别紧张 哎呀唱不了的 呃 但是他们觉得我哇 在台上讲话还是一套一套的 就是跟人家主持婚礼 哎 从那开始之后我觉得哎 我还是属于舞台的 我可以站在舞台上给他们主持啊 直到今年我发行了自己的第二 两首单曲之后 哦真的 我觉得我适合站在这个舞台上 明白了所以今天 我想继续坚持下去 为自己所以说开四香 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你的歌声 好吗 行 加油 谢谢 来 兄弟 谢谢 天蓝蓝秋草香 是心中的天堂 谁把思念画一双翅膀 敞开你胸膛 寻找传说的愿望 云霄外飘散最冬天的悠雅 天蓝蓝秋草黄 伴云水的流畅 谁把思念远远的眺望 暖暖的阳光 让我纵情的幻想 九天外 是那最遥远的光芒 让我鞋成美丽的骏马 和你驰骋在天涯 一起守护不留的神话和传说 拽作美丽的外霞 让它盛开在天涯 我的心被融化 梦想就会到达 天蓝蓝秋草香 是心中的天堂 谁把思念画一双翅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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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变成美丽的骏马 和你驰骋在天涯 一起守护不留的神话和传说 拽作美丽的外霞 让它盛开在天涯 我的心被融化 梦想就会到达 让我变成美丽的骏马 和你驰骋在天涯 一起守护不留的神话和传说 拽作美丽的外霞 让它盛开在天涯 我的心被融化 梦想就会到达 谢谢 谢谢 曹明 我们来看看三位嘉宾 我以为刚才你们听着歌 就已经拆开机架子 开始吃上了 首先有请余文华 这机架子要多吗 这什么风格 说说我们的歌吧 真的非常好 其实它一张口的时候 就是它感觉特别好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只要你心里有了 表达出来就有了 一定要感染自己 美 忧伤都是一样的 希望你的这种快乐的音乐 能够延续下去 不但给你自身带来快乐 同时给你周围的人带来快乐 更给你喜欢吃你这个鸡翅的人 带来快乐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你 李伟健 你不吃是等着回家 就二两小酒 是吗 我一般就是媳妇不发话 是不能随便吃的 现在允许你给嫂子打个电话 我以为你说你允许我吃的 想出这么几个字 就是说要欣赏自己 那么特别是我们很多年轻人 就是顺境的时候 总觉得自己是天下的老大 那么逆境的时候 遇到困难了 可能我就世界都是黯淡的 我觉得这个呢 就当然跟年龄有关系 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缺少了 他的一个说法 就是为自己开箱 坚持自己的梦想 欣赏自己 听听小江云老师 你像你这个我一看就知道 你有时候会学一些歌星啊 或者学人家的一些动作是吧 不要 就你的 你知道吧 然后你找一个你自己的感觉 因为那个小感觉 手脚特别顺流 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呢 谢谢老师 谢谢啊 更多的找到自己的艺术特色 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你将获得的是什么样的礼品 好吗 让我们请上我们的另外一位选手 丁家伟 以上呢 就是我们最后一轮 两组选手的精彩表现 三位评委嘉宾商量一下 告诉我谁能在这一轮 优先选择礼物箱 那我们有请家伟先开箱吧 有请丁家伟是吗 好恭喜你 考虑一下 场上的金色礼物箱和银色礼物箱 你想要打开的是 金色吧 金色 好的金色 对八字口号说一下 打开惊喜 这香有礼 好 金色礼物箱 请开箱 那边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师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云南 立江那希古乐的传唱者 来我们主唱给我介绍一下 我来自美丽的云南 立江 我是那希族 我叫拉伯阿西 拉伯阿西 拉伯阿西 我是那希族的传承人 谢谢丁家伟 你给我们打开的是一扇中华传统文化的大门 让我们见识到了一项古老的音乐形式 那就是有八百多年历史的那希古乐 他和这个新疆的穆卡姆 还有西安的古乐以及江南斯竹并列为是中国四大古典音乐 所以今天呢我们不用坐着飞机去丽江 就可以聆听来自于丽江高原的那样的那希古乐遥远的声音 而且我发现他们的乐器很特别 一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名字 这个有点有点像蒙古族的马头琴 但这个是马头吗 它是龙头 龙头 那它叫什么 它叫这个西齐 叫西齐 西齐 有点像这个咱们的板湖二湖之类的 叫西齐 今天你带来的礼物是什么 我带来的礼物就是这个布布 就是布布 它这个三个乐器是我们那希族特有的 这个一二五三年 狐狸这个格南杜坚的时候 留下来的只有那希族有了 哦 从忽必烈时代 就流传到现在 谢谢你 还有六个骷髅 四四岁七十十好 可可好的意思 哇 谢谢阿波拉西 谢谢我们来自于云南丽江的那希古业的传唱人 正是因为有了你们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 我们才能在八百年之后 还能聆听到原汁原味的那希古业 再次向你们送上敬意的掌声 谢谢 谢谢 好的 接下来唐敏 你是不是很好奇你要获得的是什么 他已经得到了一样宝贝 对 我也很好奇 会不会是一个大帅哥 大帅哥 就想着帅哥呢 来吧 我们的八字口号是 打开惊喜 这香有礼 好的 银色的鲁香 请开箱 让我们欢迎来自朝远的龙口粉丝制作的传承人 郭兰棠 郭老 哎呦 这个郭老一上来啊 拿着一个瓢 拿着一个像榔头一样的 哎 大家知道这个干嘛的 我说了龙口粉丝 这个是龙口粉丝最原始的制作工具 那在咱们这一行里面 这个叫什么呀 郭老 在我们这一行里面吧 这个工具 它叫那个糊头 打糊用的那个糊头 这个呢 是那个漏瓢 就漏制的那个龙口粉丝那个漏瓢 龙口粉丝呢 它是那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在我是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那今天呢 郭老来到现场 大家都不白来 让你们见识一个绝活 今天呢 郭老呢 把这个制作粉丝的半成品 郭老要在现场呢 来挑战一个记录 咱们就看看啊 用咱们这个传统工艺 制造的这个龙口粉丝 它究竟能拉多长 大家现在自己心里可以有个答案啊 看看今天现场能有多长 我们也再次有请三位嘉宾 好的 那现在呢 我们也请上了所有的嘉宾 现在郭师傅我就看您的了 好吗 好了 这个没问题 那么现在呢 我就把这个粉丝拉出来 拉出来由我头里带着走 你们呢 后面跟着我走 千万一点 不让粉丝掉地下 好 好 你太近了 远点 我们慢一点 远点 远点 走走走 家伟远点 慢一点 慢一点 家伟稍微远点 艰巨再大一点 不行啊 没那么长啊 慢点 慢点 来不断 那个谁 那个伟健 快来啊 这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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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还好多呢 这样 这样弄宽一点呢 我们间距可以再拉的大一点啊 再大一点圈 间距拉的大一点 您走 您走 拉的大一点 间距拉的大一点啊 我们间距再拉的大一点 还有吗 手尾相接 来跟我们说一说 郭师傅 咱今天这个龙口粉丝 拉了有多长 今天这个龙口粉丝 拉了大约的长度是三十米 我说句话话 今天是我线杆的限制 是我工具的限制 如果在座的观众需要的话说 如果消费者需要的话说 我的长度可以绕地球一周 哇 地球一周都不断 这不算吹牛啊 肯定不算吹牛的 简单的仪式庆祝一下高举啊 好 一二一 成功 恭喜所有参与表演了 好 也再次谢谢 谢谢郭老 谢谢您 谢谢 那今天呢 郭老也给咱们刚才三位嘉宾啊 还有我们先说草敏吧 带来的礼物是什么 你确定这是粉丝的包装吗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呢 也就是那个粉丝的包装 为什么用木头啊 有非常那个庄重的 还有那个历史的 有历史传承 对 您想想 这一个粉丝包装都这么精美啊 足见这个厂家都有多用心啊 咱们 来 送给你 好吗 谢谢老师 好的 观众朋友到这里呢 本期的综艺盛典这箱有礼 就要全部结束了 再次感谢三位评审嘉宾的辛苦的工作 也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守候 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不见 不散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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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luence 好吗 像 información 向彦汶 还是 然